这一次行动党普遍上的感觉呢 就是华裔依然会支持行动党 这个是跑不掉的 但是很大的可能性不会像上次 95%或者是90% 而这一次呢 可能行动党会输掉至少3到4个的州议席 而其中被点名的就包括永平 Bekananas Germanta Bekko 因为这一些的议席呢 出现了内忧外患的因素 那么你自己的在on the ground 就是在现场的这些观察 是不是说行动党的一些区 原本的白区已经变成了灰区 那么原本的灰区现在变成了黑区 而这些黑区的数目是不是 如媒体所报道 以及一些观察者所观察的 大概是三到四起 就包括刚才4个我念出的这个名字 那我觉得我也不止特定的选区啦 不然得罪了呢 因为也包括当中涉及到 可能原认议员的表现之类的 我觉得这些所谓的黑区白区 灰区也好安全不安全 它到最后都陷入一个盲点 也是一路来不管是政治评论员也好 我们的这个政治领袖都好 很容易陷入的一个盲点就是说 今天这个选民哦 它是一堆数目 但我已经说了 选民它不是一个号码 每一个选民都是一个个体 每一个选民它都有自己的 这个判断感受 所以它这个 你一个选区是否安全 它除了这个 我们硬邦邦的看选民结构之外 其实它也有多多少少 有其他的因素 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来 各种各样的因素 来就是影响一个 某个选区的这个 成绩 我给一个很好的例子 自古来这个选区是从 1990年才有的 就大三有多年 那事实上呢 当时在整个大兴山 或者整个兴山 东西北区 这一块 我们只有一个子谷 就是王沪花园子谷 那时候一般 一般当时的这些同志 就是本着一股热忱 明知道说当时 这样严峻的条件比下呢 是很难赢的 但是他们坚持在地方上 跟赢 他们坚持在 这个地方上去 伸根 不管有没有议员 当时都 服务 地方上办活动 找职员 办院会筹款 办活动 一直到今天 追溯到那个时候 数字上我们在 四股来 我们花了三十多年的 这个时间 从输几万票 到最后 上一届大选 我赢几万票 那是一个 大逆反 但他不是凭空而来的 他不是因为 这样的这个选民的 这个结构 因为 华人支持我们 还是马人支持我们 不是因为这样 而是我觉得 长期跟云下来的累计 那这样的累计 是不是有在其他选区复制 如果有的话 他将会 有很多很多个事故来 所以这个是我要说的 这个胜算 或者是一个地方上的耕耘 其实是会影响 该个选区的胜算 当他有大风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然 13年18年 甚至08年 这三届大选 几乎是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 这个风向 有大海啸 所以 从08年 我们赢四个一席 但是从08年的成绩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耕耘跟没有耕耘 就有不同 我给一个例子 东甲 我们当时输 296票 如果有耕耘的话 可能在08年 我们东甲 我们就已经赢了一个游戏了 但是恰恰因为可能 长期 我们在楼北一带 我们是注重麻坡 市区的文达燕 或者在更早之前的 马哈拉尼州选区 所以就在有大风的时候 有四来的时候 我们也 五四 赢 文达燕 所以这是我要讲的 选情高级 或者选情 这个安全不安全 他跟选民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结构 没有直接的关系 他跟选民的投票率 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 某个特定的族群 他出来投票 一定投给你 选民没有欠我们 选民没有欠任何政党 选民没有义务 出来一定要投票 给某个政党 或者某个 这个联盟 所以这一点呢 是我们必须要 破除的因素 那现在的问题是 不少的 行动党的领袖 依然把 华裔的支持 当作是必然 认为华裔 已经没有其他的 这个选择了 因为马哈实在是太烂 然后民政党也投不下去 然后 其他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所以华人的支持率 已经在口袋里面 已经在自己的 pocket里面 稳稳了的 那么这种情况 虽然在 马六甲周选 以及 撒拉越周选的时候 已经看到说 未必是这种情况 包括在撒拉越周选的时候 一些城市地区的 投票率 就是以华人 居多的城市地区的投票率 甚至不到50%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 以及自己的观察 还是有很多的行动党的领袖 把华人支持当中是必然的 就是说你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所以这种情况是不是 相当的明显 在行动党内部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 寒内投火 对吗 对 我老板跟你讲 2018年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来 来来来来 来见我 他是四股来的人 他来见我 他讲说 他很生气 他讲说 我来四股来 他很不高兴 但是 他这一届 就是一半年 一半年 他会含泪投火箭 他说 虽然 他觉得说 这样子调换 这个候选人 是很不对的 但是他会含泪投火箭 他警告我 如果你没有做好来 这是我最后一次 含泪投火箭 OK 这个是在2018年的时候 那我觉得说 这个是 就是刚才我说的 政治人物 或者是很多领袖 会有一些民事 他会把一些 支持 或者是一些选民 在过去三届大选的支持 当作理所当然 而事实上 我们如果观政真观察的话 在2008年之前 华人也没有 也没有这样 对行动党 这样高的支持率啊 不懂你认同吗 但是我是观察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样的一个 就赶你讲的嘛 就我们当他 当选民 是 认为选民的支持 是理所当然的时候 他 在某个程度上 他会形成一种 懈怠的心理 因为他觉得说 你一定最后你没变吗 你没有 你没有的选吗 包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其实今天 很多人讲说 Undi 18 Undi 18 年轻人 会形成 青年海啸 那我其实 心里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问号 因为 那个大问号的来源于 到底 你西蒙 或者是到底说 各个主流政党 你们为年轻人 做了些什么事 而认为 年轻人一定要支持你们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我们要反求租金 要问我们到底我们为选民 做了些什么东西 我们为选民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选项 让选民 觉得说他应该要支持你 这其实包括在前几次的这个 周旋 其实我的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今天面对了 当时我的contact是西蒙 行动党也好西蒙也好 我们面对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 跟最大一个问题是 我们没有办法回答 一个问题 就选民为什么他要出来投票支持你 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到了 现在还存在 但是我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人提供一个答案 我还没看到有任何人提供一个问题 我还没看到有任何人提供一个问题 我还没看到有任何人提供一个问题